先介紹今日的嘉賓 就是要財徵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阮謝先生 Harrie, 你好 你好,Alita 跟隨一下內地股市半日收市表現 上證指數今天是重挫 跌接近2.9% 收報2292點 一跌跌67點 再度出售2300點 亦是捱半日的低位收市 另外满深300指數跌3.77% 收報2568點 跌100點 另外深城城市跌4.5% 收報9213點 跌436點 兩次成交亦非常活躍 上證交投857億 深城方面810億 兩次加上已經超過1600億 半日市 板塊跌也比較強 就是地產股 內地股市跌 也帶動港股跌 內地股市 跌主要是否兩會開幕 有甚麼焦點給大家跟隨呢 你有說看本身A股的走勢 都在熱炒一些兩會概念 會不會對於中央再度推出一些扶持經濟政策 這方面特別在消費方面也會有一個憧憬 暫時來說 其實兩會的一個舉行當中 主要推出的一些措施 反而是一些打壓的措施 特別在樓房方面 我都會覺得本身A股的大跌來說 其實也是有少少市場的恐慌情緒 特別看到本身 對於內地的樓市 中央會不會繼續 追出一些措施 這方面投資者都比較擔憂 看到一個大跌市 本身成交配合的時候 我相信本身A股的走勢跌穿了2300點之後 那個技術走勢的確做得不太好 我都會覺得如果有大成交配合的話 這個星期的跌勢仍然會持續 投資者可以先看回 2200點作為一個初步的支持位 現階段來說 A股的走勢我相信 不要看得太淡 特別是過了一些樓房的打壓措施 一些利潤因素之後 會否再看回一些 不同的政策 或者支持經濟的力度 這方面會帶動 A股 及後可能在本周尾段 慢慢地是一個回升趨勢 內地方面 剛剛提到 地產股跌得比較深 其實看港股方面 一眾的內房股 今天的跌幅都非常之厲害 如果你看回藍籌榜 兩種內房股 分別是109和6800 跌幅都非常之大 環境地跌跌7.5% 做20.9毫 中國海外跌5.2% 做21.9 順便看看 現在整體內房股 其他幾種股份的表現 逼國元跌5.8% 最新做3.7.3 跌2.3 生物房地產 跌5.3% 收報是14.8 跌8.4 富利地產跌6.7% 做12.1毫 跌8.8 雅居樂跌4.2% 做9.56 跌4.2 合景泰富跌6.2% 做4.97 跌3.3 豪宜 這次內地方面 重演 樓市調控 國五條 細則就出台了 重點是限購 和益額 二套房的炒賣 其實這個消息 已經出來了 今天才有這麼大反應 是不是 現在看回新國五條的一些細則當中 二套房 相關的一些限制措施 又或者是一些 交頭火熱的一些一線城市 對於限購令 再次重演 這方面其實市場也預料了 但較為新鮮的一件事 就是20%的 整個房產的增值稅 這方面對於市場來說 是有少少出乎意料之外 看到中央 去調控整個樓價的力度 或者 本身的決心來說 比市場原先預計的位置多 這方面我們見到 在剛剛那個週末來說 其實有消息說到 不同的城市民眾 都在稅項實施之前 都是急劇去買樓 本身會不會說 已經是提早消化 未來的一些需求 其實也有文章說到 未來三月內房的 銷售情況 會比較慘淡一點 這方面我都很認同這些看法 對於內房股來說 沒有辦法 看到特別是 如果看回不同的內房股當中 會是 一線城市比較多少少銷售的情況 一些 譬如華洋置地 或者中國海外 無疑都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 投資者要看回 投資者要看回 當中的 譬如說 本身的房產稅方面 其實就是 試點擴大 實施的情況 未有發佈 這方面 我覺得 如果投資者留意 內房股當中 會否有一個 趁低 撈底的機會 暫時要抱著 比較觀望的態度 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 特別是在 緩屆之後 新領導層對於不同政策 出的力度 又或者 速度來說 是比較狠 和快的 現階段來說 我都會覺得 對於內房股來說 需要一個觀望態度 下市再低位的機會 會比較大 如果我們打壓樓市的話 我相信 除了內房這個板塊之外 其實水泥的股份 都有一個打擊 看到今天股價也跟隨 一起跌了下來 先看看股價表現 看到 分行水泥跌成5% 做27.7 跌了1.5 中國建財跌3% 11.78 跌了3.6 環水泥跌跌2.2 4.89 跌1.1 中財股份跌2.6 跌2.25 跌6 金魚跌3% 6.92 跌2.2 亞洲水泥跌1.4 4.14 跌6 山水水泥跌2.4 跌5.6 另外三部水泥跌2.7 跌1.4 跌3.6 跌3.6 跌2.4 天稅水泥跌2.3 跌2.9 跌2.9 怎麼看 其實 你看到安徽海水泥跌得最強 跌1.5 水泥行業 對於本身的整個銷售情況 未必完全是在房地產方面 如果你說看另外一方面 其實國五條裡面也說到 當中他們都會加大本身的供應 特別在保障房方面 這方面我覺得對於水泥股來說 未必是一個這麼壞的消息 如果你說看好淡消息去交池之下 其實我對於水泥股 來的前景 特別在今年來說 不會看得太淡 但當然 如果你說看當中水泥股的一個發展來說 其實也會看回華潤水泥來說 比較南方一點的一個重點 如果你說金魚 或者中國建財各方面 會有一個北部的需求 我時常都說到 上個禮拜的節目當中 隨著中國本身的天氣 慢慢地去回暖當中 其實對於基建的相關的建築項目 其實慢慢地是復工的 這方面我相信 特別在北部方面的水泥價格來說 是會有一個靠穩的情況 這方面對於 譬如說 金魚股份 或者中國建財來說 是有一個股價支持作用的 這兩隻來說 其實你會選擇哪隻呢 因為金魚股份本身 有一些北京的房地產概念 現階段的內房股價 有這麼大的一個負面因素 如果選擇水泥股來說 不如選擇中國建財 後低買入的股價來說 我自己會看得比較保守一點 都趁著市況回調 有些內房的消息來說 不妨等到11元以下 去買入中國建財 直播率會比較高一點 這兩個板塊 跌得比較重災區 總災區一點 但你的板塊是非常好的表現 無論是內地A股 還是港股 H股方面表現得非常好 有些環保概念的股份 包括太陽能 風力發電的股份 先看看股價的表現 剛才提到的 卡牧丹黑跌升近2.8% 1.8毫升 5仙 陽光能源升2% 5仙 保留協欣升半個百分點 2.09仙 企業太陽能 大升3.7% 9.5毫升 3.4 農園方面 升半個百分點 7.2毫 大堂新能源 2.2% 1.8毫 華能新能源 升4.4% 2.1毫 東方科技也升3% 4.8毫 高速傳統升半個百分點 4.1毫 如果再看 但凡名字有環保 這兩個字的股份 都升得很厲害 例如 剛剛提到的 1065 天中創業環保股份 都創了52週高位 現在都升2.6% 3.5毫 內地A股 更加是升停板 兩會臨近 是不是繼續炒 環保這個概念 環保概念 包括一些 新能源的股份 風電 甚至看到 今天連照明股 都走上來 以現階段來說 兩會對於 環保相關的討論 是會有一個 實質的 細質的 相關的 討論的措施 我都會覺得 對於 無論說 與環保相關的 一些概念股份 這星期的形勢 都會走好一點 環保概念股份 有很多選擇 投資者要留意 我自己不太看好太陽能股份 特別看到 本身都會有政策出台 亦會令股價炒上 但本身 特別在上游方面 對於 產能過剩的問題 或者負債比率 會否趁著消息 炒股上來 特別看到 保利協音方面 有融資的舉動 這方面的風險會比較大 投資者要留意 如果看環保相關行業 我會比較看好風電的發展 如果你是一個進取型的投資者 不妨看華能新能源 這隻股份對於 股價走勢的敏感度 或國策的推出 是比較快 現階段 去到兩個 一毫二的位置 如果你是2元以下賣入 直播空間會比較大 另外一隻 相關風電行業 可以看回916 以本身的股價表現 去到7.23元 以整個規模來說 這是最大隻的風電股 如果你說 在7元以下買入 亦會見到會否是一個 直播空間 如果你說除了風電之外 我都不妨去介紹 我們經常都說的257 這隻股份 如果你說環保概念 其實這隻 更正了 不同的環保概念的一些政策 特別是垃圾發電 污水處理 這些概念 他們的業務 亦是cover了 現階段 光大國際 去到5.2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股價 仍然大有機會 上到5.5的位置 以農圓電力 又或者是光大國際 這些股份 對於炒環保概念 是一個比較穩陣的支選 好,現在時間和大家跟進一下港股的最新表現 恆新指數最新跌近是283點 做了22,596點 如果看看藍籌股的表現 今天都是一些 避險性比較高的股份 升得比較多 最多的暫時就是恆安 升2.2% 做了79.9 升1.75 招商局國際升1% 做了27.1 騰送股 升1% 做了271 另外,中國和往 第四宅升的藍籌股 都升0.9% 11.06 剩下時間看看 主要藍籌股 現在最新的表現 馬上公布業績 回控 跌6毫 做了84.7 中國移動跌5毫 做了84 中國銀行跌7 做了3.5 工商銀行跌1毫 做了5.39 健康跌1毫 做了6.2毫 港加索跌2 做了138.1 中國銀行跌5毫 做了22.6毫 有包保險跌2毫 做了33.3毫 騰送控股 升2.6 271.2 金沙中國跌6毫 做了36.2 長濟跌1.5 做了117.4 西紅紀地產 114.8 跌2.9 九倉跌1.5 做了65.3 中國海外跌1.3毫 做了21.7毫 華遠之地跌1.8 做20.8毫 中海油跌3.2 做14.5毫 中石油跌1.4 做10.3毫 中石化跌1毫 做8.9毫 均衡人員 做16.3毫 跌6 另外中國神跌5毫 做28.4毫 剩下時間和Hiri談 市 如果 看圖表 應該是補 之前 急升 2月28日急升的裂口 是否補 就算穩妥 技術指標 補當日的急升裂口 也是對後市比較利好的作用 但是 本身 我自己的預料當中 如果看本身的成交表現 現階段已經去到408億 其實都有跌市的一個配合 我都相信 恒指大有機會會試一試100天線 大概是在22400點這個水平 及後 我都預料 整體 這個星期的股市 除了內地兩匯之外 都會好看外圍的一些表現 特別見到 在管州外圍的焦點 在於一眾的 央行都會進行一個意識的會議 特別是日本方面 英倫銀行 歐洲央行都會進行這個意識會議 對於未來的貨幣政策 究竟會否再進行一些 擴大量寬措施 這方面是一個市場的焦點 加上 美國方面 都會在星期五 發佈焦點的失業率 及非農業新增職位的數據 這方面 我相信 今個禮拜 恒指會比較波動 但是 碰到200天線之後 如果有個支持 我都會覺得 整體三月份的市況 會慢慢地 隨著兩匯的一些 比較利好的因素 出來的時候 亦都會帶動上去 好 講過三個市 恒星指導 今天 窄幅低 13點 隨後跟隨著 內地股市急跌 一起下跌 一度跌超過300點 收市跌了297點 收報 22582點 而國企指數 最終跌了2% 收報11115點 跌了229點 主辦成家有410億 期指收報22479點 跌了374點 低稅104點 成家量有41023張 謝謝Hari 和我們總結了上五個市況 麻煩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我們上半週的直播時間就到此為止 下午1點 繼續我們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節目 發達廣場環節 下午1點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